大家好,这里是零主旧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通过Cloudflare的优质IP和域名 来对我们的网络进行加速 通过本地优选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适合我们自己的 而且是延迟比较低 速度更快的CF域名和IP地址 并且我会强调一下 在获取优选IP地址和域名以后 该如何使用它们 我们先从优选IP地址开始吧 在开始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零多博上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地址就这个了 打开零以后,让键往下拉 拉第一个 就是我们先通过Cloudflare的 优选IP地址网站来进行优选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打开零以后 你可以随去优选20个 或者你可以选择全部 选择好零以后 我们先进行Pin一下 我们先来Pin一下它延迟 都是300毫秒左右 当然一部分是私下的 这个延迟是越低越好 但最关键是我们来看它速度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测速一下 这个速度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1.2兆这个数据包 或者通过10兆数据包来进行测速一下 卷转好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speedtest来就可以了 来进行测速一下 它这个速度是各 100千万 是1万多kb 也就将近16兆左右 还有20兆左右的 数据还是挺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都是20兆左右的 每秒 我们先点到测速网吧 最低有将近10兆左右 8兆左右 最关键就看这个速度了 这个数字是越大越好了 这个数字越大 因为它下载速度越快 当它测速完成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结果给导出来 我们底下方有个数据表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在那会儿 它就当中下来了 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 它上方会显示 这个优选的IP地址 以它的延迟和它的下载速度 都非常清楚 通过这个IP优选网上 来进行优选的话 就比较方便了 到时能只有把这个快的IP地址 给它copy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说第二种方法 就是通过第二个 通过这个Cloudflat的IP选选工具 来进行获取 我们打下方这个开运软件 它是开运在getHub上的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 这是它最新版本 就是v2.2.4这个版本 是目前最新版本 拿进行一下 它下方提供了不同系统版本 像这个MacOS的 还有Linux的 还有Windows的 拿进行把它拉底部 找到下方这个下载链接 这里下方有一个展示全部 总共有17个 我们点击打开它 打开以后 你就看到下方有个Windows版本的下载了 像这个是三四位系统的 然后下方是六四位的 最后是一个ARM结构的 这里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于是选择六四位版本 我们把它动下来 总共是2.42张 好下载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换了再一个加速包了 然后先把它夹出来 夹出来以后 这个加速包我们就不需要了 把它删掉了 然后先把它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以后 然后先把它双击打开里面 有一个Coreflat.st.se文件 我们刷新打开运行它 好 再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运行了这个程序了 打开以后它会自动测速 在这个测速的过程中 它可能需要几分钟左右 我们就稍微那些等待一下 它的测速模式是TCP 端口是43 平均延迟上线是9000多毫米 丢包率上线11 我先把它测速完成 测速完成以后 我就会获得这样的10个优选IP地址了 它上方显示这个丢包率 还有平均延迟 以及下载速度 这个延迟是越低越好 当然这个下载速度是越高越快 等它测速完成以后 它会把这个结果保存根目录下 做了点CSV文件里 到时候 你可以在根目录下 找到这个优选出来的IP地址的结果 算完这个优选IP地址以后 然后简单来说一下 如何获取CloudFly的优选域名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这款开源软件进去优选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链接 打开页以后 基本上方有个代码 然后就把压缩包给它盗上来 我们给它放在桌面上吧 好 下载好以后 我们同样给它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以后 我们先进入根目录下 进入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刷新打开这款程序 打开页以后 就它见面了 然后现在我们重新回到 刚才这个零度博上这个帖子 然后第四个选项 就是CF的优选域名推荐 上方总共提供了50多个域名 现在我们只需要全选代码 然后点击这复制就可以了 好 复制好以后 那先我们重新回到这款开源软件下 那先把这个域名给它粘贴进去 粘贴好以后 按键点击OK 来进测试一下 在上方显示是绿色的话 那说明是可以使用的 像是显示红色的话 那说明它是连接吃饭的 我们可以通过Ctrl加A 来进全选下 全选以后 那先把它点击上方的一个stop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再进行测速一下 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优选域名都是可用的 好 测试完成以后 那先我们通过Ctrl加A 来进全选下 那先我们按下Ctrl键 然后再点击失败域名 把这无法连接域名给它取消掉 选择好以后 然后进去鼠标右键 点击里面一个保存的选项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保存到桌面上 保存好以后 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优选以后的域名里面 都是可以用的 优选完IP地址和域名以后 然后进行我们来说一下 如何使用它们 比如现在我拿这个V2L的免费节点来进去测试 这都是我在玩随便找的免费节点 我们先对它进去测速一下 因为这都是免费节点 所以它的速度不会快到哪里去 那这就是我们测速完成以后 这个減量结果了 原来第一个 它速度是每秒是0.3兆左右 那先我们双击打它 然后现在我们通过这优选的IP地址 或者域名给它进行加速一下 比如现在我们打开 我刚刚优选好的这个IP地址 把这优选域名给它快避出来 然后给它粘定进去 先替换一下 后面这些仓数不用修改 那就我们点击确定 好 修改好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再测速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立板从0.3兆变到0.6兆了 现在它现在速度已经增长一倍了 当然如果你蹲满意的话 你可以接着进行优选 我们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 看下速度会不会更快 来进行测速一下 好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速度更快 这个已经达到1兆左右了 这个已经翻到好几倍了 那现在我们进行跟它连接下 是我的活动服务器 接着我们把它设置为全局代理 好 连接好以后 那现在看一下我的IP地址 我来测一下我的IP地址 好 它现在变成一个美国的IP地址了 变成108.181.205这个IP地址 这是一个美国的IP地址 当然还有更多的IP优秀方式 有下这个第五个 就是另外一个IP优秀网站 它上面制止不同的运营商 像它可以区分电信 移动 连通等 我们打看一下 打开以后 它会根据不同的运营商 来提供最快的IP地址 像第一个是移动的 还有连通的 电信的等等都有 而且它上方还提供优秀的IPv6地址 我们打开看一下 同样是不同的运营商都有 这都是优秀以后的IPv6地址 这个优秀IP地址的话 也是一样道理 就现在我们拿这个节点来进测试一下 我就打开它 打开以后 然后现在我们找到刚才优秀IP地址网站 比如我选择这个第一个吧 我给它copy出来 我给它粘定进去 好 粘定好以后 那基本底下确定 当然如果用的是由Cloudify提供的 WIP节点的话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优秀 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第六款软件 同样是在这个提示下 那我现在拿 底部有一个WIP优秀IP工具 我们给它装下来 总共是2.19兆 我们给它放到桌面上 好 下载好以后 那现在给它加出来 如果出现这个提示的话 没关系 我们给它关闭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打开这个解架出来的文件夹 打开页以后 接着我们首先打开里面这个 WIP-5RXIP 这个程序 打开页以后 它上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WIP-IPv4的优选 然后第二个是IPv6的优选 这边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选择好以后 我们回去确认一下 这样它开始自动优选这个IP地址了 好 它现在优选完成了 完成以后 它会把结果保存在根目标下 这个Razoo.csv这个文件底 我们先给它关闭掉 那现在进入到文件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根目标下看这个文件了 就不打开它 打开以后 这里面都是它优选出来的结果 前面都是最快的 像这个第一个延迟是4毫秒 我们现在测试它的速度 把这个IP地址还是东口号给它copy出来 好 copy好以后 那现在打开我的文件夹盖的这款软件 那现在属于右键 点击这个节点 编辑的隧道 最后把这个最后一行 把这个地址跟东口号 那进去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我优选的IP地址和东口号 好 替换好以后 就可以保存 保存好以后 它先自动连接了 连成功并以后 它的IP地址就会变成这个优选的IP地址了 就变成我刚才优选出来的IP地址 那现在来测试一下它速度怎么样 我们打开它speedtest 那进行测速去 IP地址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优选出来的IP地址 它现在达到300多兆 速度非常快 那现在把它断开来 换个IP地址 找个另外一个IP地址 换另外一个IP地址 188开头的 同样给它进行替换一下 替换这个优选IP地址 IP地址 保存一下 那下面进行连接一下 好 连接好以后 再次进行测速一下 通过speedtest进行测速一下 这个排名第五六个的 这个速度也非常不错 200 将近有250多兆 这是这个ColorFlight的节点 所以说这个优选IP地址只要选的好 它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现在我们在YouTube上找一个4个视频来测试的速度 我们随便找一个吧 比如说找这个吧 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4K分辨率 速度非常快 我们来看一下它同个信息 它的速度是达到10万KB左右 快进来拉一下 没有适合卡段 非常流畅 看4K没有任何压力 随便打开一个 都是秒进的速度 它限输入不认得10万KB左右 连接是VRGuard这款程序 接点是ColorFlight的节点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安装这款VRGuard 以及这个WARP节点的话 那么你看看我自己做的这个教程 上面有详细的安装过程 我们下期再见